起诉相互宝遇到难题 从风靡一时到面临尴尬 两千万人已经退出了 堂哥无法接受 自己过往病例中存在的抑郁状态 抑郁发作等描述 成为了相互宝拒绝给付护注金的理由 我的认知里 抑郁症并不属于精神病 何况我只是处于抑郁状态 并不是抑郁症 对于相互宝的决定 他感到荒谬和不解 我曾打电话给相互宝客服 反而我有没有精神病 但他们只能回答我 抑郁症属于精神病的范畴 目前从支付宝客户端进入相互宝页面 会有一则健康告知确认单 确认单显示 既往或目前患有精神疾病的自然人 满足本健康要求的其他条件时 可以加入相互宝慢性病人群防癌互助计划 而在更早之前 网络互助的规范管理呼声不断 网络互助平台存在各类假借保险名义 和保险术与夸大宣传的情况 背后快速增长的资金池和海量会员信息等 也事关公共利益